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喵兒更衣 這節課呢 我們要來學習 試試拍常見的一些掃弦的節奏型 首先呢 大家學習掃弦之前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知識 就是我們第一節課就有講到了 當你坐著的時候呢 把尤克里放在自己的腿上面的時候呢 右手 右手是最重要 右手因為很多初學朋友 會這樣懸空的掃弦 會出現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會建議說 大家要把手腕靠在我們的琴身上面 然後呢 看一下 因為每個人手臂的臂長不一樣 你就自然的靠在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一下 你的手腕放鬆的情況下 你的手指頭大概會接觸到什麼位置 你就在這個位置掃就可以了 然後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發力的時候呢 它是靠手腕的位置來放鬆的 做上下的運動 所以你的手腕一定要非常的放鬆 放鬆到相當於你洗完手呢 好 在甩水的那個樣子 對 然後呢 我們會建議大家 左手的食指呢 留一點點的指甲 用指甲來掃弦的話呢 聲音會更明亮一點 當然如果你完全沒有指甲也沒有關係 它聲音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會建議留一點點 然後呢 你就用 食指的指甲間四根弦都刷下去 另外呢 它跟爬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爬也我們是一直爬下去 它的動作會輕柔一點 但掃弦不一樣 掃弦你是要用手腕加上食指的配合 刷 刷 一下子呢 四根弦全部刷下去 所以這個過程呢 你不能摸 就是乾脆一點 四根琴弦全部刷下去 上來的時候呢 你依然可以用你的食指來完成 上來 上來呢 就會用食指裡面的肉肉一點點 你就沒有辦法完全只靠指甲了 就兩個位置一起發力 上來 當然呢 你可以用 試一下用大拇指 因為大拇指上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指甲蓋的尖尖 大家可以試一下 下去的時候呢 都推薦用食指下 上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試一下大拇指 你可以試一下食指 都是可以的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然後一定要記住 我剛剛有強調了 就是你往下的這一瞬間 速度要快 帶一股力量 用手腕 刷下去 好 大家一定要先養成 刷弦的好姿勢 還有刷弦的發力 好 那下面呢 我們來講一下幾個常見的掃弦的節奏型 首先呢 最簡單呢 四四拍呢 就是每一拍往下掃一下 那它就會很簡單 每一拍往下掃一下就可以 一 二 三 四 好 這是一個練習 因為一開始呢 下是比上更容易 所以我們先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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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下呢 我們在開始掃更複雜的節奏型之前呢 我們要先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你要在自己心裡做一個V的圖案 就是我們每一拍你就做一個V的圖案 一 二 三 四 那就會變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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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用腳來打拍子都可以 然後比如你碰到一些比較複雜的節奏型呢 也是可以用這個手勢來完成 比如說我們這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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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它拓展成下 下 下 上 這個位置呢就會變成下 下 下 上 那你在掃弦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把這個節奏型掃穩定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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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一 二 三 四 同樣呢 我們用這個方法呢 再把第二個下 第三個下和第四個下 全部拆為下 上 那就會變成下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有沒有 所以你畫V型的習慣之後呢 你的拍子拆成更複雜一點的下 上就會很直觀 我們把這個掃弦的節奏型做一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接下來呢我們要把這個節奏型呢拓展開來 拓展成為一個我們經常會用到的節奏型 下 下 上 空 上 下 上 有沒有 這個節奏型呢 跟我們剛剛那個節奏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就是把第三拍的這個下 上 前半拍的這個下 把它去掉 編成一個虛線 大家就可以保持做手部的這個下上的運動 但是就唯獨這個下不刷到弦 它就會變成下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有沒有 就第三拍的前半拍的這個下 大家不要刷到弦 但是你還是持續做這樣的動作 這樣呢拍子就會更穩定一點 我們再來一遍 下 下 上 空 上 下 上 打成一二三四的拍子呢就會變成 一二三四 下面呢我們來學習一下節奏型三 大家可以看到喔 節奏型三的第二拍跟第四拍呢 後半拍被我們拆得更細了 那比如說我們一拍原本是下 上 那我們這邊呢就會變成下 下 上 下 下 上 把原本的這個上變成下 上 所以呢它就會更細 然後這樣的時間就會更短 大家遇到這種看上去 箭頭特別多的節奏型的時候呢 一定要用我教大家的這個V字型的辦法呢 先來把它讀一遍 我們來把它讀一遍齁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好 然後呢我們可以來掃一下試看看 下 下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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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喊一二三四的呢就變成 一二三四 當然呢對於初學的朋友呢 遇到這種比較密集的掃斜呢 會比較害怕 為什麼 因為像這個位置的下 上 下 上 它會比我們剛剛單獨一個下會快很多 所以大家這個時候呢 手腕就更要放鬆迅速的發力 然後這個下 上呢可以彈得更輕一點 因為它要更快一點 下面呢我們來看一下節奏型四 節奏型四呢是在節奏型三的基礎上呢 就是第三拍變成下 下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要開始強調一下 我們掃弦當中的一些輕重的問題 像這個節奏型四呢它是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這個時候呢我們會建議初學的朋友呢 你把第三拍的這兩個下 下 讀成點 點 點點的意思呢就是讓你掃弦的時候呢輕一點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到這個比較快的下 上 下 上 是要比較輕的 那這個位置我們故意念成點點 就是讓你拿在下的時候呢不用四根弦全部刷下去 大家可以把中心呢放在上面這兩根弦 點點 我們把這個節奏型呢再來掃一遍 下 下 下 上 點 點 點 下 下 上 再一遍 下 下 下 上 點 點 點 下 下 上 一 二 三 四 下面呢我們來看一下節奏型五 節奏型五呢其實就是把第一拍跟第三拍呢全部拆成下 下 那同樣的呢大家也可以念點點 合起來就是點點下 下 上 點點下 下 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區分我們的力度 記住我們講點點的部分呢是要稍微輕一點點 然後下上呢也是輕一點點的 所以呢我們的重拍呢就會放在第二拍的前半拍跟第四拍的前半拍 點點 下 下 上 點 點 下 下 上 那我們用一 二 三 四來數拍就是 一 二 三 四 好 下面呢我們來學習一下節奏型六 節奏型六呢它看上去已經非常長了 沒有像我們剛剛之前看到的就是前後部分非常的平均 那遇到像這種比較複雜的節奏型呢一樣呢 大家要用畫V的辦法 下 下 下 上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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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好 如果你還是覺得很麻煩的話 你同樣的呢可以把它分成兩半 比如說第一拍跟第二拍就比較簡單啊大家就可以讀出來了 下 下 下 上 好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拍跟第四拍 第三拍呢它是一個下 上 下 下 下 上 好 V 字型畫出來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當然我們這個是把它拆得很慢 如果你呢前後部分呢都能讀清楚之後呢 你就把前面跟後面合起來 四拍一起來 下 下 下 上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把它放慢然後把它肢解開來 用我們的V字型的辦法來走 下面呢我們來看一下節奏型7 節奏型7呢其實在節奏型6的基礎上呢 就是它的第二拍的後半拍跟第三拍的前半拍呢 下 上 下 上 把第二個下去掉 但是大家呢在掃的時候 下 上 下 上 還是要做這個姿勢 只是說你下 上 這個下 不少到弦上 好 所以我們這個節奏型是 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下 下 上 然後我們喊1 2 3 4就是 1 2 3 4 然後把手放掉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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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空上 下 下 下 上 再一遍 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下 下 上 最後呢我們要來看一下節奏型8 這個節奏型呢雖然很長 但是它經常出現在我們的其他教程中 那以前我們都會跟大家講說 大家就跟著老師唸口號 唸下 下 上 下 上 這樣印記記下來 但是現在不行了 你已經學會用V字型來打拍子之後呢 一拿到這個節奏型之後呢 先給它畫V給它每一個下 上都畫清楚 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上 下 下 上 那一開始呢 如果你沒有辦法準確唸出這個空字呢 大家就還是用下來給它唸出來 下 下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下 上 這個時候呢你再把這個下唸成空 就會變成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上 下 下 上 我們來指板上實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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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空上 下 上 下 下 上 用一二三四來打拍就是 一二三四 當然你一開始沒有辦法這麼快 你就很慢很慢的掃 掃清楚之後再把速度加快 再來試一下我們把手指頭放開 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上 下 下 上 再變下 下 下 上 空上 下 上 下 下 上 那因為這個裡頭呢有非常多密集的小的下 上 下 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下上下上的部分啊 把它去輕一點好不好 所以呢如果你已經掌握了用V字形來打拍子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任何再複雜的節奏型呢 你都可以輕鬆的搞定 對 先把它們每一個下上的位置呢都認清楚之後呢 再來把它們的實質算清楚好不好 把自己的V字形記了就好了好不好 最後呢我們要跟著節拍器來練習鞏固一下這幾個節奏型 一起來練習一下吧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